兄弟们我们又要开缸了 原来准备养雷龙的 我把这个包边盖板都准备好了 就是没买到鱼 正好咱们有一大坨红色水草 没地方用 今天就由它开缸 先往鱼缸里面放石头 吓哟 吓死我了 因为这个鱼缸只用一种水草 所以说咱们用石头给它分一下区域 否则整个鱼缸一大片都一样 那就没意思了 准备往鱼缸里面倒水草泥了 这款水草泥是我自己用了三年的 它是本身这个天然腐质土做的原材料 颗粒比较匀 不管南方还是北方 统统都可以使用的 另外它还有稳定降酸的一个效果 水草泥已经铺好了 我发现这样用水草泥用的特别少 下面开始铺沙子 栽种水草用镊子加入水草根部 栽种下去 松开 镊子往这边拉 这样就OK了 水草是已经栽种完毕了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给它喷水的 你在栽种的时候就要时不时的给它喷一下水 否则等你栽种完了以后 之前种的这些都已经干掉了 你养不活了 现在给它加水 我这个流水的速度特别快 按说下面应该铺上一些东西的 但是在这个地方大量的都是沙子 我就不给它铺了 直接往上加就行了 这个鱼缸加满水之后 其实没什么事了 往里面加上消化细菌打开过滤 让它循环一下就行了 我这个鱼缸是90厘米的 咱们给它放两杯 有没有人对待灯感兴趣的 很窄很窄 这个是极印的刀锋Z 它本身是一款增色灯 并不是专用的水草灯 过滤器我选择的是创新CF1000 鱼缸过滤器我一般都选择型号要大也好的 包括咱们这个6045的鱼缸 我给它准备的过滤器是创新CF800 OK这个鱼缸没事了 咱就等着它水质变清澈就行了 可能有的朋友看到以后 嘿你一二水族就这水平啊 咱要是都做成这样的 这新手玩家怎么能学的会啊 他们要都不入坑的话 咱水族行业还怎么发展 整个行业都发展不了了 我还赚什么钱 记住我是在为水族行业发展而努力